甜美笑容 清秀臉孔 愛好運動的無性傷者 平時喜歡騎腳踏車到處旅行 白天又在大學任職 總帶給人正面陽光形象 但這一槍現在卻讓他 躺在家務病房 清床治療 其實這名理性嫌犯 平常就常到處惹事 為了幫乾女兒出口氣 去年十一月當街藍車 把被害人強壓上車 過程中還大打出手 甚至在今年十月 還與前機車行股東發生暴力糾紛 逼迫對方簽本票 呼巴掌行徑囂張 警方深入追查 四十歲的理性嫌犯 之前就有傷害前科 平時除了修車幫忙改車 自己也是跑車迷 臉書上經常放著高檔跑車照片 休閒活動 除了釣魚 就是喜歡改造空氣槍 這回開展新店 連裝潢都還沒弄好 就拿來沙張力的空氣槍 出來把玩 誇張行徑 再一次讓他登上社會版面 記者阿公亞曼李日漢 台北報導